朋友们好,今天要给大家讲点什么呢? 因为讲,现在我敏感的东西我也不上讲 讲了也发不上去 我就给大家彻彻追见了 我就,这个日本安倍不死囚子了吗? 死了以后在我们中国也引起了一个异论 是不是安倍意思呢 跟日本总是邦交正常化了呢? 我想给大家说 这个日本呀,从它的地缘政治上来说 地理位置上来说 然后看风水学的绝不上讲 它永远不会给中国清善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从它的地理关系上来说 其实走在唐朝啊 大家要知道,日本就派来很多人 学什么呢? 当时这个李隆基察觉他们来很多学者访问中国 要说点东西 他说点什么呀? 说风水 过去地王们看风水的 他说为帝王之说 那不能教这个小日本社会 在当时这个社会啊 就是这个历史上 像李隆基那个时候 他就是看中国是一个中心 洋洋大国 别的小国 都是蛮 蛮夷嘛 蛮夷 蛮夷 不得开花 不文明 他说一年 你到中国来学习风水 他就找了一位叫一行的 圣人 也是风水学 一个大师 他说 你给他写本书 别写真了 那是假的 一行写了个什么呢? 灭蛮精 大家可能说到 后来这个在国内也很不穿 这也有假的吧 结果呢 他们 一些学者回到国内以后 从李隆基时代 唐朝 哎呀 根据这个 一行商人 写的这本书 国都 过去定都是很重要的 国都在哪里呢? 他说一开始 这时候啊 在那里 这个 唐朝后期 他的国都 大家可以看看历史 在那里 结果 能来能去呀 也不行啊 他本身上 日本就是一个 小岛国嘛 五五支呀 各方面呀 他不像中国 地大五国啥都有 结果到后来呀 随着他们一些研究啊 哦 好多人 他严重说这个这个 这个耐良 不适合建国 后来他们弄到京都去 现在都知道 日本有个京都大学生 就没有了京都 后来看看也不行 到了明治天皇上任 第二年 哎 他们的风水水平 这又要提高 结果呢 就到了江湖 就现在的东京 这个东京啊 得确 你看日本的地图 我从前就研究过 他是一个弯弯曲曲的 他的脉发自于东北方 吃茶西南 他说龙脉不错 他有三个本味 你看这个一条日本 那个小岛国 像一个 有的人说像一个 这个这个 蝉虫 有人说像个蜈蚣 那确实弯弯曲曲 那又长风俱弃 所以 他1861年 前都 十年 到了七一年 前都 全部前了东京 然后到了1881年 十年前 结果 名字天皇 名字卫星嘛 结果 几几屁 客户没有上去 所以他又 在这个时候 又扩张 吞并朝鲜 也是在那个时代 给我们 家务海战 也是那个时代 而且台湾 被他奴役了多少年 也是在那个时代 所以 从这个历史上来看 这个小日本就不能 要好 他就要扩张 有的人说 中国地图 就是一个金鸡 他那个日本的地图 地形图 就是一个 武功 所以 所有的日本人 都心不舍些嘛 就可以舍了 所以 这是一种说法 我说这个意思是啥呢 好多人 我都认为 哎呀 日本邦交正常话 怎么怎么 也就是在 毛泽东时代 他看美国人 跟中国人一讲就 过来了 那几年 有几年的密约期 实际啊 这个日本 狼子也心人也说 这个我给大家 就是稍微一场吧 难免一死 大家有这个意义 这不是能光交正常化的问题 谢谢大家